新北富邦U18 青榜賽四強戰 新北藍以及新北白 上野地主內戰 最後以孤寶加上為班底的新北藍隊 5比1 收下勝利 晉級 冠軍戰 持續超未免 直入邁進 當中先發同手張俊偉 鞠頭七局 只被敲出四隻安打 失掉一分 另外標出六張老K 好投壓制 就是他在青榜時期第一次投滿七局 最快球速更是能夠來到一百五十公里 雖然張俊偉是這場比賽球隊重要的制勝工程 不過賽後總教練周宗志表示 對姿地斌這場的表現還不算太滿意 上一場比賽張俊偉對上南投後援登板一點二局 沒有失分 還標出一百五十四公里火球 現在才高二的他被視為是新一代火球男的接班人 對此男主角本人謙虛表示自己還有進步空間 會向學長們看齊繼續加油 自己感覺滿開心的玩 然後可以一樣這樣慢慢傳承 希望以後可以更加進步 然後追上學長的腳步 從後援好投到這場比賽七局完投勝 雖然本人表示來到第六局就感到有點疲憊 但想到同學還有學長們都能完投 因此才繼續堅持下去 而且最後他也躲到了 幫助球隊守下勝利 為了他也會以正中學長也被稱作火球男 同時更是二刀流初級的林勝恩為目標 繼續前進 也期待可以幫助球隊在這屆 富邦U18賽事達成五連霸壯舉 富邦U19台採訪報導